这个部分,最后Ending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启动表单按下去 然后它可以选,选完之后的话可以把我们选的项目两个,比如说其中一个项目 可以把这两个项目的结果倒到这两个 也就是说呢,直接把这个Cumplebox 1里面的Test放在这里,G1 把这个放在G2,OK,然后你把它关掉之后的话 那下一次如果你还要再抓新的资料的话,那就按重新启动,再找一次 OK,再抓一次 这样其实相对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这可以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那至于表单设计的话,只是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啦 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尤其是启动表单记得,程式一定要记得写在模组里面 因为之前有同学好像把它写在那个表单里面 好,就会出错,因为找不到这个Sub OK,所以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些相关细节请各位再试着花一点时间练习看看 那接下来的话呢,请各位帮我再下载另外一道题 那这道题的话不在翻例档里面 它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个单元 检视与参照里面 那跟那个刚刚两层式的那一个清单 是放在同一个 同一个位置 OK,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是两层式清单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 这个底下有在往下卷动 各位可以看到有个叫问卷调查01 原始档 那这个主要是说,如果假设你 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问卷调查统计分析 把这个使用者填完的资料 有的时候可能是纸本 那现在应该比较少纸本了 但是如果你填到某一个表单里面 那汇整出来之后呢 如果你要做一些这个什么资料处理 比如说甚至做枢纽分析 或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 就是做报表 做视觉化的报表的话 那首先的话,假设以这一题来看 请各位先把这一题打开 那这一题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杂志的一个相关的问卷 那这个问卷的话,请各位 可以把这个打开之后的话 一样,档案里面把它下载一下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它的资料全部都是编号 那所谓的全部编号的话呢 会有个问题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统计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 它原来应该有显示出来的资料的话 那会造成错误 而且没办法做数纽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各位先帮我把它下载 OK 下载成以sale 并且把它打开来 那这一题的话 其实主要我们希望做到的结果 就是怎么样 如何把它这个 大概是越快越好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把编号 这个编号不用改 主要是针对b蓝 一直到哪一蓝呢 到op 欧蓝吧 OK b到欧 里面呢 它提供的这个都是编号 也就是说呢 如果性别a1的话 实际上指的就是a1就是这个 a1是男 a2是女 那年龄的话 如果b2是16到30 b3是31到45 e3 那你会发现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编号 快速的全部 通通变成我们看得懂的 这个后面的资料 当然呢 第一个啦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Viru函数 所以要怎么样比较快 当然理论上我的习惯是 如果说以这一题来看 我会先把问卷调查先复制一个 把它复制到旁边 所以按托拉加Ctrl键 问卷调查2 然后把b2 一直到 先选 枢纽分析图的话 那理论上你一定要先把 编号变成它原来应该显示的 这个对应的资料 它才有办法帮你做枢纽分析 所以第一步怎么做 所以哦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快速查 当然啦 当然 第一个啦 查的话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性别全部变成我们看得懂的 比如说他这个应该a1那就男,a2是女 那我不可能说用取代或者是用其他方法 如果今天快一点的方法是 游标先放在b2 先复制一个嘛 然后插入什么 我用什么方式来查 用Vero函数查 那首先的话 LugarValue查什么 查的话直接查前面的这个工作表 的这个位置 等于是不同工作表的b一样的储存格位 b2 然后呢去哪边查 然后去 当然最好是按f3 可以直接有个什么性别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要切到清单里面 把性别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 从a2 选到b3 然后呢 再来的话color in date 哪一栏 在第二栏 就是把性别那个第二栏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然后呢 要不要完全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就输入0 好 那等一下因为会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地方 清单的2跟3一定要锁起来 否则的话呢 他这个位置 列号会加1就跑掉了 所以呢 把a2 跟b3 记得把它锁起来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ok了 但是 做完一个你想说 那第二 后面的话怎么办 其实后面通通都要全部做完 如果全部通通都做完的话 哇那浪费时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只要做一个 ok 然后面的话就向右 向下 一次就做完的话 诶 那该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配合什么 把什么呢 把那个 Table Array 这个的话 其实可以用什么 名称 ok 定义好名称 然后的话 再配合 这个 Indirect 所以如果Table Array 这个地方 只要 再把刚刚 讲的 前面讲过的 就是定义名称 加上Indirect 其实就可以 做到我们要做的 向右 向下 一次 就全部做完了 那至于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问卷调查01 这个范例 从那个云端 上面 先下载 位置的话 记得在云端白板里面的05-4与参照函数 找到问卷调查01原始档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 档案先把它下载一下 OK 试试看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一次 或者是越快越好 如果你有更 更快的方法 当然可以提供出来 OK 试一下